今天是2022年5月27日 快必文字獄開往拔摩島的行程第626日 咦?昨天才聽完?今天又有? 是啊,因為今天我們有特別任務 一會兒聽下去你就知道了 今天Friday,天陰陰,大家的心情會不會一般? 快必在船上遇著這種天陰下雨的日子 如果雨勢很輕,或只是陰天 快必有可能可以上天台逛逛 不過今天就沒那麼幸運了 他之前寫信給家人說收到買食物的糧單 因為他已儲夠500元 這500元是懲教署替他們扣起的 讓他們第二時放學時有錢乘的士回家 真是上得好周到,又溫馨又窩心 有錢當然是生恨的 快必這個月就買了齋燒鵝 雜感果仁,花生味時時食 原味梳打餅,珍珍薯片 芝士圈麥蒸,維他高鈣低脂奶 全部都是5包 最貴的是齋燒鵝,9.61包 其他的都是2個多,3個多,5個多的價位 他之前很喜歡吃的Edo麥餅都買了3包 吃了這麼多當然要刷牙 他就買了一枝軟毛的牙刷 和一枝超軟毛的牙刷 之前銀髮婆婆寫信給快必 叫他不要吃這麼多零食 他都好聽話,他說今個月只買了205元 戶口還有2900多左右,是富戶 快必昨日說這星期他收得很少信 但看回我們寄信給他的 record 應該都有很多信 可能5月初兩個星期都是長假期 所以信有些阻滯 這星期我們都收到很多朋友寄信給他 包括有阿生,救烏團的Fiona WinWin和貓星人有兩封信 簽名好鳥草的朋友 16、17、20和23號都有寄信給他 第一次寄信的朋友 包括有2011年已經訪問過快必的Fanny 還有小學已經看一級的家爹 已經喜歡快必的家成 還有在英國的Eddie寄來他 畫一張畫是快必和寄黏的 看字就像是小朋友來了 有機會請你多寄信給快必 告訴他你多少歲 還有用好靚信紙來自紐約的May 寄信給快必 加拿大的Ronnie收到你寄給快必和轉記的信 兩送飯的信和兩張手繪 每看的畫都收到,好靚 沒有儲名的朋友寄了方丈 尋根寄給快必和師叔 多謝你 不過快必應該之前收過其他朋友寄給他 應該看到第十七篇 至於師叔 麻煩你可以順序次序再寄給他 多謝你這麼有心 最後還有向山舉木兩封信和彩圖 主內阿樂的信和吉他曲譜 海綿婆婆和期望者 都用可愛的卡通信紙寄信給快必 我們收到之後 已經立即轉記入去給快必和各人 希望這些信可以盡快到快必的手上 平時寄信去七姊妹郵局給快必的朋友 很多時都會寄信給赤柱的師叔 今日我們收到師叔寄出來這封信 是5月16日寫的 特別是寫給通常寄去P.O.Box 60141號的朋友 我們今天的特別任務就是 要讀出師叔這封回信 他是這樣說的 主內願你們平安,傑斯給你們回信 但願每一個仍然關心我和快必的香港人 在這段仍然艱難的日子 繼續抱著希望活得安好身體健康 再次求大家原諒 因為我不能經常回信給你們 但你們經常寫信給我一封接一封 讀你們的信自覺很慚愧也很感動 已經過了一年多 你們仍然沒有記得傑斯這位普通人 直到我的軟弱常常都鼓勵我 我只有心存感恩 這些就是天主父為我的安排 提醒我在苦痛之中常見到祂的慈愛 叫我不要忘記 把天主父這份愛和別人分享的重要 你們就是祂的見證 讀你們的信我都很想一一回覆 奈何每一天只能寫一至兩封信是極限的了 我說個秘密給大家聽 師叔現在在大鵬 會和囚友捉一下國際象棋 所以他自認比較懶寫信 不過我們都應該替他開心 體諒他 有些世藝日子好過些 這幾個月從6014日郵箱 轉寄給我的信有很多 包括有卡丘 Angela 心姐 一位喜歡桃桃滑滑的退休人士 Oasis Chan 銀髮婆婆 梁婆婆 阿生 Apple 兩送飯 寶利 阮民圈 Mini 多倫多Miluku主人 番茄仔 秀在台香港人 陳耀華 永遠愛你的兄姐 UKHK自勒婆婆 澳洲Helen小市民 煲湯媽媽 ILHK Moon 見字加油 十三姨 香港人 黃金珠 Karen 尹婚 SL 愛自由 小月 黃豐 HK 這裏的名字 只有小無多 希望沒有漏了你的名字 裏面有經常寫信給我的人 亦有第一次寫信給我的朋友 有些寄生日卡給我 有些寄我不懂唱的歌 例如姜碑、欣怡的歌詞 也有些是聖經的經文和詩篇 有笑話、有新聞 有你們畫的畫 和你們的故事 也有你們的祝福 真是很多很多 加起來就是多到滿寫的愛 信裏大家很多時候 都常提起我和快必的節目 果然是自己有畫 短眼的節目和大家已經闊別兩年 你們仍然念念不忘 在信裏提起令我又懷念又感動 這些就是我們美好的回憶 也讓我和快必結緣成為打不死的好兄弟 我在這裏的生活如常 我專心讀喜歡的歷史和宗教書 做靈修、誠心祈禱 讀聖經、做分享 令到每一天 能夠過得充實一些 有得著 這一年 天主父令我重新寄起自己作為受造物的卑微 反思自己以前的妄自、尊大、自以為是 在主基督的引導下 我重新去學習真正的寬恕 體驗真正的痛苦、領略真正的喜樂 所有都不是我想像之中那麼容易 但我仍然會努力 我和快必都有隔空聯絡 快必什麼都比我強 也知道我的軟弱 想鼓勵我 還教我唱耶穌歌 還寫歌譜 很厲害 不知為何 他現在不叫我做師叔 無緣無故叫我做三叔 各位寫信給我的朋友 自己有 弟兄姊妹 我在赤柱這一年多 不會只記住自己的苦筒 而忘記了香港人的苦筒 甚至離鄉別井的人的思鄉之苦 但我讀歷史 從沒讀過一段永無光明的歷史 今天的黑暗是對我們的考驗 考驗我們是否能夠經得起魔鬼的誘惑 堅持不和魔鬼做交易 不行重附和 拒絕 活在謊言之中 最後師叔送一句拉丁文給大家 不過我不懂得讀 大家可以在網上的文事版 去Google Translate找找 不過意思就是 只要一息常存 希望常在 約失結思 大家平時有沒有看書呢 更新一下大家 快必和你讀贏 可以說是快必文字冤獄書點 將他看過的書和大家分享 種類很多元化的 大家有興趣一起讀贏不讀贏 可以去看看 開往拔摩島的行程漫長 快必上船20個月 每個月有6本書的quota 快必大大話話 都看了150本左右 看完的書出來 都有一個橫額號碼 一個冤獄的樂隱 書都很新正 但快必看書的習慣 會減低他認為有意義的文字 亦會做微批 跌書是二手 但意義更大 大家如果有興趣和快必讀贏的話 可以鍵入文字版的link裡 了解一下 看完書的朋友 還可以寫封信給快必 和他隔空討論讀贏心得 又到星期五周末 大家不妨抽少許時間出來 寫封信給快必 特別是寫開信給他的朋友 不要停 繼續寫信給他 未寫過信給他的朋友 就不要害羞 趕快拿起紙筒筆 和快必做筆友 既然師叔都回覆了大家 大家是否更有憧憬 寫信給他 來信請寫去 香港七子妹郵政局 郵政信箱60141號 寫信給師叔 都可以寫來這個地址 今天先說到這裡 祝大家有一個愉快的週末 拜拜